小二 来壶茶 好嘞 你看 不错呀 这小娘子真不错 你慢用啊 干什么去啊 去哪啊 去去去去 赶点啊 喝点 小娘子去哪啊 需不需要搁几个帮助一下 啊 哟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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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走啊 好功夫 你是什么人 等你的人 我不认识你们 我认识你 你是王大刀的女儿 你父亲十年前就死了 你跟着混帝长大 混帝把你许配给了她打儿儿子霍元甲 就在今天 是你的新婚大喜 可是 你却逃婚了 你们想干什么 干什么 我们就做一件事 杀掉你 你们为什么要杀我 说了你也不明白 还是死得干净点好 想要了解原委 到那边问你爹吧 杀 就운 dra order 啊 啊 啊 都要死的人了 还害什么羞啊 你是王大刀的女儿 又是霍恩帝的儿子 霍元甲的媳妇 今天 我就要睡了你 要他们整个霍家蒙羞受辱 奔面走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 啊 啊 是你 我也没想到是你 是你 啊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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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走 要帮帮我们家草护人 他打不过那个坏人啊 我们得想办法 引开那个人 怎么帮助纸兰啊 怎么引开啊 这样 先去帮纸兰 我吸引他注意力 快 好好好 那个人听着 官府的人马上就要来了 你杀了人 跑不了的 你快 嫂夫人 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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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使出你吃奶的力气 来打我 怎么了 就你那点三脚猫的功夫 还怕伤了我不成 原家 出手吧 于大叔想看看你的能力 因才使教 我听说徒弟办师 都要在师父身上先试试 放心吧 二哥 徒弟永远也打不过师父的 为什么还不出手 我怕师父笑话我 我为什么笑话 我连三脚猫的功夫都不如 我什么都不会 打架会打吗 打过 但是总被别人打 但你这次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雪儿 好 原家 雪儿 霍家人果然是奇才 你全身松软 确实没有一点功夫基础 可是你突然较上戒力 出其不意一个反击 确实又带有功夫的内涵 和智慧 可是我感觉到你好像中气不足 你以前受过伤是吗 前两天被那个黑大汉给打伤了 伤了肺 进攻怕是练不好了 再练会更伤 更伤又如何 只要我能做一个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原家不在乎 还请师父不吝赐教 好 有你这句话 我就教你 目前 情况紧急 我只能教你一些实用性的招式 可以防身 但进攻行不行 那进攻性不强 怎么能打败敌人 没有功底 主动进攻 那是硬碰硬 会伤了自己 那个功要慢慢来 你看好了 跟我寻 来 三更不睡觉 干什么 上上犯病了 小伙子 小伙子 我们在这里练功 有不要你钱 跟着练吧 公主 这楼很忙 从此去 般年主 大夫 哼 哼 报告大人 已经看过了 女掌柜是被人掐脖子掐死的 没有其他伤害 手上的功力这么大劲 一定是功夫高手 其他住店的人呢 一个也没有让他们走 全部在这里 报告大人 楼上还有一具尸体 是个伤人 被塞在床底下了 原来他们也在这里 我明白了 原来是霍家的人在的 怪不得这里头不安静呢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黄志兰 那天在霍原甲家你也在吧 我是霍家的人 怎么能不在 你不是和霍原甲 还有那胖子跑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回来是为了搞清楚真相 搞清楚什么真相啊 大人 有些事情呢 你不会搞明白 我们呢 也不便告诉你 农少爷 你也卷在里边了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上一次要不是你父亲 花钱赎你 这会儿 你还在大牢里蹲着呢 上次是你把我抓进去的 可惜啊 你关不住我 农少爷 我也告诉你 没有官府办不了的事 就看想办不想办 好了 快告诉我 你们在这干什么 还有 这张杀人案件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还有霍原甲在哪儿 小子 你在干吗 好 于大叔 我在练扎马步呢 扎马步 你扎的什么马步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反正我就知道练好马步 才能续好功夫 这马步不是一天两天能练成的 你过来 哎 你干吗 于大叔 可能是腿麻了 废话 扎一晚上 腿能不麻吗 哎 我告诉你 这练功啊千万不可心急 也更不能求快 欲速则不挡 反而会伤了身体 来 按我说的练 给我扎个马步 好 师父 你这是干吗 我在压腿呢 你 我快撑不住了 这就是我教你的马步 坚持啊 坚持住啊 练马步 这样不行 马步要抬头 挺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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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股圆 屁股要圆 慢慢来 眼睛要看前方 两手收在腰间 来 起来 根基不实 这扎马步 就别想练好 走 你看 起来 快起来 扎好 双腿要扎紧 须大叔 尔腿 你 你 干吗 我 是 激 你 眼看正前方 泪似一面墙 才能稳如泰山 好 好 麻布根基更稳了 师父再教你些好招 来 点儿 咱们什么时候住的店啊 我不知道 我半夜睡的时候 他们还没有来 等我醒来天都亮了 他们就来了 废物 霍元甲在哪儿 我家少爷在哪里 你还不知道啊 故意问我们 什么 我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 那就是因为 你不该知道 农少爷 你知道你现在跟谁讲话吗 我希望你给我放老实点 大人 可能是县太爷 忘了告诉你 告诉我什么 你让他们出去 我跟你说 别给我耍什么诡计啊 我能耍什么诡计啊 我们几个家起来 都打不过你 你个大男人 怕什么 你们 说吧 大人 事情是这样的 没样 说吧 你这是要干什么 那就要看看你 怎么做 这招很好 你已经能够灵活御用了 可是 我怎么觉得手上无力啊 因为你没有基本功 要想练好基本功的话 没有五年时间 是不会有效果的 等我练到五年 我们霍家就家破人亡了 所以 你必须要寻找新的途径 现有的方法你都不能学 要是对方一旦识破你的拳法 就会破了你 比如现在你把我卡得死死的 但是 这种太极所周反钩法 还是河南陈家钩的 这不是 我只是嘴变一处 怎么还会有招式呢 你只是不知道而已 这种锁拿手法 三十年前是没有人能够破解的 但是现在至少有十个武术门派 能有自己的方法来破解了 江湖真是神奇 看好了 我要破解了 余大叔 我这还没有看清楚 就倒下去了 这是我的方法 解套的同时 攻击对方 中间有三次变化 拨手 阳弓 闪过 把手势亮给对方 当对方认为你拿定以后 你要狠狠地将它摔倒在地 然后你就诚实弹跳起来 在空中回旋 解它的力量 悬得越大越好 然后在空中 把力量集中在脚上 找准它的一个部位狠狠踢出 你的力量 加上它的力量 还有空中回旋的力量 三个力量交叉在一起 形成一股 战互不胜的力量 这个时候交提向哪里 哪里就会彻底毁灭 这时候 你就看你的想法 要它死了 就踢它的品力 十分的力量 脾碎了 人立马就会倒地送命 要它残 用五分的力气踢它的腰 腰伤了就抬不起身子 人的元气就没了 也许一辈子就只是一个病老子了 只是想教育一下对方 就踢它的背 它马上会口吐鲜血 形成内伤 想要恢复 没有个一年两年 不会有结果 我刚才仅仅是示范一下 用了半程的力气 推了一下你的跨步 我说的路数变化莫测 慢慢来 好 于大叔 我们就先练这个 说 为什么紧追着我们霍家 不放手 那是因为你们霍家 犯了枉法了 你都知道什么 我什么都不知道 仙太爷让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仙太爷是不是被人给收买了 他被谁收买了 那些找我们霍家麻烦的人 就是你把刀架在我脖子上 我都不知道 你可知道霍原甲在哪里 他不是跟你们在一块儿吗 怎么不见了 仙太爷都跟你说了什么 仙太爷就跟我说 早点抓住霍恩帝 早点抓住霍原甲 早点结案 仙太爷他就是个宫官 他一点情况都不了解 不对呀 昨天晚上 让他清清楚楚地说 要搞清楚真相的 你 你们昨天晚上看见仙太爷了 是啊 也许你不知道情况 昨天晚上 袁甲带着刘捕快去见了县令 县令说得很明白 要把事情帮我们搞清楚 这你怎么说 我们就是在这里等消息的 完了 你们错了 怎么错了 也许今天 天津府就派人把霍家三兄弟 拉到天津去了 搞不好啊 一块儿求决 你胡说 我说的当然是实话 就今天早晨 县太爷修秘书一封 派人送到天津去了 我亲眼看见的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说的话 我说的真是实话 来 你把刀拿下去 我就告诉你们 县太爷有一计 他要把你们都一网打尽 昨天晚上的客栈杀人事件 他就是在预谋呢 今天早上我来 就是要以杀人罪 把你们都绳之以法 你们想想 这如果把你们抓了起来 不就没人知道 霍原甲在哪了吗 县太爷他不就可以 邀功请赏了吗 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 我原来也不知道这些情况 这刚才听你们说 我才知道霍原甲在大牢里 这我才告诉你们 其实我觉得呀 县太爷也没安什么好心 他为了能得到奖赏 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那你还天天跟着他干 我这不也是为了混口饭吃吗 得 该说的话我都告诉你们了 咱们就当没见过面 千万别说这些话是我说的 那你回去 怎么交代啊 我说我来了 你们人已经走了 我没看见你们啊 芝兰 绝不能放过他 他的话不可信 知道为什么给你用刑吗 大人 我都招了 我真的说的都是实话 我该死 我最该乱死 我最该乱死 那你怎么该死啊 我辜负了大人的期望 你岂止是辜负了我 你分明是要害死我 大人 饶命啊 大人 但你想过没有 你死不足惜 但你连累了本官 朝廷知道我的衙门里有你这样大胆狂徒 就要治我的罪 也就是说你为了几个臭钱 不仅害了你还害了我 你断送了我的前途 即便大清朝不治你 我也要判你死刑 大人饶命啊 大人 你要饶我一命 我一定会干到徒弟为您效力的 枉法是不讲情面的 大人饶命啊 大人饶命啊 好了 你现在已经将祸端引到了我的头上 如果你不想死 只有一个办法 可以让你活 什么办法 大人说 只要让我活下去 让我当一辈子孙子都行 那你就得把这个祸端 从我头上引开 那样我就好说话了 既不得罪江湖 也不招惹官府和王法 我说的真是实话 你们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那行 不相信我 把我杀了 我知道你们祸家是被冤枉的 所以我就好心告诉你们这些 前提条件是千万别把我卷卷卷 好吧 吃了 你们说 我不听 我不听 我觉得他有可能说的是真话 要不昨天晚上县令说话吞吞吐吐的 很有可能就是想把我们给拖住 他们真的有可能把三位少爷送到天津府去 要是那样的话就更加危险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只能替儿走险了 劫狱 只要我们能进去 见到忽远甲他们就不怕出不来 于洪水大叔的功夫 足可以把我们大家都带出来 那我们怎么进去啊 我没听见啊 我没听见 有件事情需要你帮忙 怎么 相信我了 说吧 什么事儿 带我们进大牢去 我不能带你们去大牢 让官府知道我就完了 这件事情不需要你出面 你只要暗中帮助我们 事情办成以后 我们祸家忘不了你 那我倒可以告诉你们怎么进去 而且我可以把关键位置上的哨兵 给你们换掉 前提是别把我卷进去 好 我答应你 行 那我告诉完你们 你们赶快放我回去 我好给你们安排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 哪里 是 我们在这些地方 你也在哪里 我们在这些地方 那么 这些地方 你保管了 你们在这些地方 你们在这些地方 我们今天就住在这里吧 好 老爷 老爷 你看 良心客栈 不设掌柜 床自睡 酒自饮 万自食 走时自尽如前 人是刚刚走的 酒棺子的酒味还很 阿三 你到楼下去看看 好的 老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爷 我还是担心三个孩子 还有芷兰 他们都没见过世面 这样遇到危险怎么办呢 不经历风雨 怎么能见世面 以前你教给他们些功夫就好了 他们要是身怀功夫 也许就一事无成 甚至连命都保不住 可是怎么办呢 我让金孙打听消息了 要是他们脱了些 一定会到潘神来找我们 好啊 老爷 你过来看看 老爷 你看 这么大一个客栈 空空荡荡的 我怎么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呢 好啊 夫人 老爷说可以安心地住下了 这下可放心 太好了 这就好 走 来 天黑了 咱们就动手 兄弟们 今天把你们叫来 只有一个族 杀 杀掉霍家的人 五十两 杀掉霍恩帝的媳妇 二百两 杀掉霍恩帝的五百两 好 好 好 慢 我再说一遍 魂帝是我的 只能我杀了他 要是你们不听话 我就杀了你们 到时候我打起来 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活 就是你得把这个祸关从我头上引开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活 刘不快 你干什么 你可不能攻暴死仇啊 notifications 终于 二 四 三 二 一 一 本 二 打 一 一 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要去赶快救他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也有许多陆连兄弟 他们告诉牙医 牙医们告诉我的 我还是无法相信你 这都人命关天了 你们还犹豫什么呀 你为什么要救我们 你们就沿着这条路走 不会有任何危险 到了这里 大牢 我得安排一个拿钥匙的哨兵看着 要不然太明显容易暴露啊 我知道 那到时候你们想办法控制住他 控制住 杀了他 这是你们的事 我不管 不过时间要抓紧 一带硬功夫 如果不出意外 够了 那我就回去给你们安排 你们也准备准备 到了墙边 等我信号 我一给你们信号 你们就进去 记住 别给我耍花样 这图都给你们了 还怕什么 那我走了 告辞了 嫂夫人 他要是骗我们怎么办 万一他说的是真的呢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要冒一次风险 你还是关心少爷的 毕竟是一家人 我心里 还有点不放心啊 古不上想那么多了 我们现在就去吧 我本来想出去以后 再细细跟你们说的 现在看来 我就长话断说 县令把你们送进牢房 就把我送进了刑房 你们看 我被打得实在是扛不住了 就一无一时的全部说了 你们知道 我全说意味着什么吗 我就成了死刑犯 于是就被送入了大牢 也许 求后就要和你们一起问斩 我想与其我坐着等死 还不如反抗呢 还不如反抗呢 我也知道 我已经走投无路了 我只有投靠你们货家 也许我救了你们货家 就等于救了我自己 还有 你们货家的事情要搞清楚了 我的罪也就轻多了 现在我们是绑在一根绳上的蚂蚱 你们说的 好吧 我们现在暂时相信你 你这就带我们出去吧 好 我们现在就走 走 他不说有个狗洞吗 到底在哪儿啊 应该就在前面不远窗 好 过去看看 好 你看 就是这儿 哦 这么小啊 阿福 我看你是进不去了 这样吧 你就在外面等着 有什么情况报个信 嗯 对 哦 锦孙 你也别进去了 在这儿等着吧 就远讲 我怎么能不出面啊 少爷去我也去 我一定要跟着少爷 保护少爷 就你这打链和力气算了 你就别去了 少爷 我跟了你这么多年 我不能离开你啊 虽然我做不了什么 但我总可以用我的身体 替少爷和小姐 挡一下刀吧 就算挡一下就死了 那我也心甘情愿 我也算尽力了 对得起少爷了 那行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哎哎哎 那我们一块去吧 嗯 阿福 敬礼他 嗯 少爷小心点 好 那你帮助我 就说 我懂吗 我不杀了他们 死的就是我们 你们也逃不出去 你这样一路上得杀多少人啊 不然就是我们死 走 那边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对啊 这个房间这么大 什么都没有 除了这些审讯有的梦桩 这有点像大楼的警讯室 我觉得官人的地方应该再往里面走 我们过去看看 好 等等 我觉得 这里安静得有点不正常 少爷 或许这就是那彭彪故意安排的 咱们赶紧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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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训剑鹏不要骗我们 我们中计了 少爷 你们快走 我来保护你们 没用的 我们现在已经被包围了 我们跑不了了 不要跑 我们看看他究竟想干什么 终于被我缉拿归案了 卑鄙 小人 我不是小人 我为大清王朝效力 抓你们可是我的职责呀 我们既然信了你的话 是啊 我也在想你们 为什么要听我的话 你想怎么样 实话告诉你们 压根就没什么县太爷 要陷害你们的事 那都是我编的 我现在认为客栈里的人 就是你们杀的 所以必须将你们绳之一法 你知道我们就是为了这个 对啊 谁让你们绑架我 我只能集中生智 想办法脱身 再抓住你们 那就是说 霍原甲并没有你说的那种危险 那种危险不能说没有 但也不是马上用 好了 现在你们该告诉我 客栈的事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还有霍原甲在哪儿 你这卑鄙小人 耽误了我们的大事 农少爷 你们家已经完蛋了 我看这回你们家老爷 拿什么来赎你 来人 把他们给我绑起来审问 我本来是没那么生气 可是我正在办案 我在缉拿凶犯 你们竟然敢绑架我 现在知道跟我斗气的下场了吧 你别这么看着我呀 是 你很漂亮 你是霍原甲刚过门的媳妇 可是她救不了你呀 你最好把抓我们的事 去告诉仙太爷 为什么 他会告诉你们怎么找霍原甲 就是他让我抓霍原甲的 我抓住了你 就不信他不来救你 不告诉仙太爷 你会后悔的 他不来救你 他会后悔的 他不来救你 农少爷 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你叫你们家老爷子来赎物 不多 十两银子 怎么样 我不走 为什么 要走一起走 我可以出钱 把他们都输出去 门都没有 不是抬一句 你 小子 看来只有把你放走了 这样 你去告诉农老爷 说他们家的公子 又犯事了 在我手上 让他拿十两银子来找我 你再让农老爷 告诉霍原甲 说他媳妇王芷兰在这儿 让他来找我 我不走 我要陪着我们家少爷 你小子还挺义气 不行 来人 在 把他放走 是 我不走 展鹏 我不走 少爷 快走 展鹏你快走 别管我们 少爷 原甲 你现在必须拿定主意 怎么救你老婆 别再 你老婆救不了 又把你爹给耽误了 于大叔 咱们能不能冲进去 把他们都救出来 冲进去不难 只要速度快 那些牙医们没有反应过来 我一个人就能打倒一大片 问题是他们关在哪里 要是找不到 耽误了时间 大批牙医就会冲上来 听说大牢里有五十多个牙医 要是全部出动的话 我们可就逃不出来了 那可怎么办 原甲 知蓝就算在大牢里 也不会有大危险 现在重要的是 老爹那边只有一个人 如果杀手们都赶过去 老爹的处境会很危险 对呀 对对呀 原甲 我已经得到消息 那些杀手们 跟在你老爹后面上了盘山 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啊 老爹 他们已经来了 到门口了 老爹 后山也来了六个人 都扛着大刀杀气腾腾的 老爹 你们藏在屋子里 不要出来 把窗子还有门都统统盯好 老爹 那你一个人 比这更大的阵势我都见过 没什么可怕的 老爹 去吧 静下来我就安心了 那边靠你了 那你保重啊 去吧 快快快 快进来 把门堵上 把门堵上 拍桌子 这边 拍桌子堵上 来来来 快 来两个人 来了 来了 我来 慢点啊 好 小心 帮我一下 好 你们赶快藏起来 看准时机 带领他们往后山那边跑 这 去吧 放心 好 对付他们我还是有信心的 嗯 快去吧 走 走 于大叔 我想好了 看来就有这样办了 你和哥哥弟弟 你们去救援父亲 我一个人去救纸篮 你一个人去不行 会把命丢在那里的 我不能丢下纸篮 不管 就按原甲出的办吧 原甲 万事小心 我都想好了 我回去之后 先找农老爷 让他出面 去跟县太爷说 只要确认纸篮是安全的 我就去追你们 这样甚好 原甲你的功夫不行 不要冒险 我知道了 哦 我跟少爷一起 阿福 关节之后 保护少爷 放心 我的肚子大 能当一面强用的 自己救自己 谢谢于大叔 我教你的不多 但要是灵活运用的话 对付一般人还是可以的 不可恋战 能逃就逃 还要记住 任何时候 心要静 就能对付万物 谢谢于大叔 这是我一直在学的一本弥犬 你拿着 有时间 多练练 谢谢于大叔 我说彭彪 我就奇怪了 你为什么不去告诉县太爷 你把我们给抓住了 我说过了 就是县太爷让我抓的 等我抓住了霍元甲 再变高 你错了 没错 霍家是个冤案 都是被仇家陷害的 你们那个刘不快可以作证 而且仙太爷 也已经知道真相了 编故事骗我是吧 我告诉你 我不上你那当 比起编故事差远了 我今天就在这儿等霍元甲来 他要不来 我把你们都关进水牢 知道水牢是干什么的吗 那个地方好啊 一个一间房子大的水坑 里面装满水 轮到你 就到这儿 十多年没换过水了 淹死过上千只老鼠 还有二十个囚犯的尸体 沉在水底 这万一脚下一步留神 喝上一口 那滋味啊 怎么样 想不想尝尝 对了 赶紧叫霍元甲来救你吧 阿福 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也没有官府的人 好像也没有江湖上的人 他们家的人好像也跑光了 我觉得现在这种情况 农老爷一家都是因为我们家的连累 才弄得他们家不得安宁 对 少爷 农老爷和农少爷 都是义气之人哪 所以啊 老爹 才把农老爷因为知己 少爷 少爷 里面好像有动静 会不会还有看家的仆人 会不会是别的什么人哪 也许是江湖人设立一个心情 要不这样 我先进去看看 如果有危险 我也喊 你马上就跑 阿福 你这么大怪兜 没有危险才怪呢 这样吧 你跟着我 我们悄悄地绕过去 来 好 少爷 这儿好像没有人啊 那边看看 那边看看 战鹏 霍少爷 你怎么在这儿啊 霍少爷 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不是和你们家少爷 还有扫夫人 进大牢里面去了吗 别提了 他们都被抓起来了 那个叫彭彪子把我放出来 让我回来找我家老爷呢 农少爷 农少爷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这已经是你们家老爷子 第四次来赎你了吧 你们家有钱 有钱就能买命 你以为 我们想把钱给你们这些狗官 官府太不讲理 官府不讲理 没听说过 你不会得逞的 你是说霍元甲 不会来救你是吗 啊 他会来的 不信你等着 可是我到哪里去找我家老爷啊 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你们老爷哪儿去了 这段时间 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我家老爷说 去他的一个朋友家里面去躲躲 他朋友家在哪儿啊 好像在山的那边 他朋友叫什么 这我就不知道了 霍少爷 你不知道 那些人可狠了 他们还打了芷兰小姐呢 也打了我家少爷 他们还说 我家少爷可以用钱赎回来 但是芷兰小姐 他们是不会放过的 对了霍少爷 你们可以去找仙太爷啊 他既然能放了你们 只要你们求求情 他也会放了芷兰小姐的 我现在不能去 我们是逃出来的 你们怎么逃出来了 仙太爷不是答应要救你们吗 这件事情 现在说起来很复杂 但是我告诉你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赶紧回去把他们救出来 没用的 大牢里面戒备森严 他们已经知道了那条路 会把他封死的 你告诉我 他们抓芷兰的目的是什么 说是等着你去救他 对啊 所以那条路一定会给我留着 他会把它做成一个陷阱 引我进去 使不得 少爷 我们不能 不能故意往里跳啊 不跳 不跳怎么救芷兰和晋司 斩鹏 你敢不敢跟我进去 再闯一次 我敢 只要能救我家少爷 我什么都敢 我也去 我也敢进去 你当然得进去 不但要进去 还要发挥你的作用 少爷 我怎么看你好像 胸有成竹的样子啊 我平时不光看四书五经 和八古文 我还看过兵术呢 这次我想到该怎么做了 明天咱们天快亮的时候 就出发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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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见了吗 好像有人喊救命啊 是个女的 半夜三更的 别是个女鬼啊 搞不好 是个漂亮的女鬼 来 走 看看去 走 来 是这边吧 来 山上就是从这儿出来了 在哪儿呢 救命啊 哪儿呢 看来我们家老爷的弥香 还真管用啊 是啊 别说了 赶紧换衣服 好好好 好好好 平时叫你少吃一点就是不听 西西西 跑了 记住 现在大牢里没有多余的人 你们想办法悄悄混进那间审讯室 我想 他们看到我 一定会冲上来 我就拼命跑 把他们引开 然后你们就趁乱救出志兰和金孙 接着 赶紧往大门外跑 别管我 听明白了吧 明白 明白了 小心点 去吧 唉 少爷小心啊 小心点啊 你 没问题 不 就 我 不是 我 他 你 我 你是 你 我 你 我 你 展蓬 你不会走错了吧 放心吧 我就是从大门被赶出来的 不会错 你要是走错了 那可就出大事了 我有你那么傻吗 我傻 你觉得我傻啊 走啊 走走走 快快快 有人来了 站住 你们两个干什么去啊 大哥 我们刚下岗 换岗回去休息啊 我怎么不认识你们两个 我还不认识你呢 大哥 这是我表哥 今天是第一天来报到 你当然不认识他了 他有点傻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但是我认识你啊 大哥 哪天我请你喝酒 回见 回见 走 站住 回见是在这边 你们俩就往那边走啊 你看我这脑袋 都累糊涂了 谢谢大哥 走走走 大人 霍原价已经进来了 我就知道他会来 到哪儿了 刚爬过狗洞 刚爬过狗洞 不要惊动他 让他往这里来 是 这下你该信了吧 他来了 来人 在 在 把他们的嘴给我堵上 是 霍原价 你不是很能跑吗 我看这一次 你往哪儿跑 亲自我还不停 好了 你不是越来越来越上 你不是始终的 你不是饭了吗 我会不会 你不是 你不是 我会不会 你不是 我会不会 你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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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不走了 不对啊 我好像从来没有来过这里啊 你迷路了 阿福 我们迷路了 那 那审讯是在哪儿啊 我也不知道 这 你 你刚才说我 你 你比我还傻的 你别怪我呀 要怪就怪你个打羹的 要不是因为他 咱们也不会走错路的 算了算了 咱们赶紧回到刚才那个地方 重新从那儿找吧 那咱要一回去 那再碰上那个打羹的怎么办 那个打羹的不在那儿了 为什么 天快亮了 那还不快走 你这死胖子 等着我 霍元甲 你的人来了 怎么不进来坐呀 你 我该怎么办 阿福和陈鹏进展得怎么样了 我必须把他们引出来 阿福和陈鹏才能进去救人 抓住他 是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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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让他跑啊 这边呢 快 抓住他 别跑 躺下 站住 霍少爷被发现了 站住 站住 这回怎么办啊 我们来晚了 少爷已经行 行了行了 别说了 我们跟上去看看 站住 快 追 快 从那边堵他 快 站住 这边 站住 围住他 别让他跑了 快 快 别跑 别追 抓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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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站住 站住 快 快 快 别跑 站住 站住 快追 快 快 危险 少爷被发现了 现在不进去 来不及了 你看澎彪在哪 你 你不请 一点 好 对 чув Milwaukee 你们两个不上外面抓人 进来干什么 我 我们 我们马上就去 这不是刚刚刚刚过来吗 外面还有人吗 没有 没有 你们两个站那儿 开门 好 好 好 不好 站住 大叔 抓住他 别跑 别动 别跑 啊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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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教你的不多 但要是灵活运用的话 对付一般人还可以 不可恋战 能逃就逃 还要记住 任何时候 心要静 就能对付万物 攻击对方 中间有三次变化 脱手 阳攻 闪光 弱武 脱手 打 肯定 疯 逼 风 ift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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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得赶紧想办法救人啊 不能老这么傻乎乎的等着呀 你傻呀 你没见他在那里站着吗 怎么救我 那你不傻 你赶紧想办法呀 我 我这不是想着呢吗 胖子 我怎么看你那么面熟呢 我 我我我我总在你这儿当差 你天天能看着我 当然就眼熟了 你 你 大人 后援家跑到房顶上 打伤我们四个人 我们现在无法靠近 什么 在哪儿呢 在房顶上 马上跑出牢房大门了 来路 是 你们两个看好这里 不许出任何事 是 大人 走 快快快 阿夫人快 少爷 小夫人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赶紫 走 走 Ooooh 救命 走 走 来 好小子 有两小子 我来挥挥你 回家 阿福 皇原家怎么出来了 他逃狱了 逃狱 我快走吧 再不走 等他们回来就来不及了 原家 你怎么样了 芷蓝 金孙 你们怎么样 阿福 展鹏 干倒 咱们快走 走 走 你们先走 原家 看你的了 我没事 快走 走 走 打 打死 驾 走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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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甲 小心 军甲 好好教训他 哪里学来的功夫 军甲 打他 打他 就太危险了 尽孙 快走 军甲 少爷 少爷 如果再不走就死了 赶紧走吧 少爷 快走 唐人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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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上帝什么时候会武功了 这元甲什么时候学的武功啊 这是霍少爷吗 怎么几天不见成了武林高手了 原甲好好教训他 教训他 阿福 阿福 杀开 杀开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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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别走 我给你拼了 少爷 少爷 《湧直》 上 上 别动 都别动 别 别 别动啊 别动 放我们出去 放我们出去